哈嘍大家好我是真之茂 最近在风之谷官方FB粉丝团 公布了未来东京复刻的消息 而玩家们对于未来东京的复刻码 除了相关的剧情非常让人期待之外 应该也有不少人是小弥补当年无法进入的遗憾 当然也有不少的玩家在关注 手里建模与贯穿砖甲的特殊子弹 究竟有没有机会复刻 而当初这两项道具 是透过一位NPC制作来获得的 既然提到的道具制作 今天这部影片就稍微来聊聊 风之谷道具制作的相关历史 风之谷道具制作的历史 基本上能封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NPC制作时期 玩家制作任何道具都需要找到专门的NPC 角色本身没有任何的生产类技能 也是制作出来的道具中最符合逻辑 但也是最麻烦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强化合成时期 当玩家达到一定的等级之后 前往马加提亚城的死蛋的工作室 就能在灵转的技能中获得强化合成的技能 玩家能够透过强化合成这个系统 制作一些装备添加宝石等等的操作 是风之谷中被制作的历史中 虽然有些逻辑但是已经出现共同材料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专业技术时期 玩家能够学习三种生产技能中的其中一种 并且在系统一开始的时候 三种技术需要互相依靠 才能最大的发挥系统的作用 也是风之谷历史中逻辑最不严谨的时期 但也是最方便的时期 到了现在专业技术甚至比之前更加的方便 而当初未来东京的产物 像是比较著名的手里建模和行之剑 则是有运用到前两项时期的系统 虽然最初的专业技术与现在的专业技术 其实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异 但是基于片场的问题今天就不介绍了 第一个时期NPC制作时期 玩家如果想要制作一些特定的道具 就必须收集一些指定的材料 交给特定的NPC进行制作 像是一些比较高等的装备 就能够透过NPC制作来获得 部分的武器除了需要材料之外 还需要一张的制作方式才能够制造 有些较高等的武器 甚至还需要一把三个阶段的武器 一同当做材料才能够制造 像是神木除人后半段的地图中 击杀过后有非常低几率掉落的 龙魂石和神奥的龙灵这两项道具 就是那时候制作110等装备所需要的材料 除了超年掉的材料之外 还需要一把100等的武器 才能够合成那时候110等的龙珠武器 而风之谷在这个时期的道具制作系统 在逻辑上面可以说是相当的完善 但是也相对麻烦了许多 假设玩家也想要制作一双蓝色的剑士鞋子 因为属于蓝色的外观并且增加力荡的属性 制作材料可能就需要使用到蓝宝石和力量水晶 这两个材料赋予蓝色的外观与力量的属性 鞋子本体的部分可能需要使用到龙皮或是动物皮 动物皮使用在等级比较低等的装备上面 龙皮则是等级较高的装备 除了能够明显感受到材料使用在哪个部分的道具之外 有的时候还需要螺丝钉和木材 螺丝钉也不是路边随便打打怪物就能够获得的 玩家需要将成品钢铁和青铜 交给NPC来合成才能够获得一定数量的螺丝钉 而钢铁和青铜的合成品 则需要透过路边打怪低级率获得的矿石母矿 收集10个之后合成来获得 有趣的是那个时候 还能拿100个钢铁匪肥掉落的匪肥铠甲 来合成一块成品的钢铁 而木材的部分则需要拿木材或是树枝 收集一定的数量之后合成获得 有趣的是那时候的风之谷游戏的细节细道 连木马士兵都会掉落木材、树枝甚至是棋盘了 那时候连制作工业手使用的箭矢 主要的材料都是木材和羽毛了 并且后续消耗一定数量的矿石 还能够制作攻击地更高的箭矢 即使如此最主要的木材和羽毛还是少不了的 而除了这些比较符合逻辑的NPC制作之外 游戏中还有许多道具的制作 是透过NPC进行的 有些制作NPC甚至到了现在依旧能够使用 收集15张瓜奥卡能够兑换的早茶 收集两种木石和奇葩能够制作的五指奇小游戏 甚至连流浪炼金术室的召唤石与魔法石制作 这些依旧保留到了现在 而在那个时候的未来东京 手里建模和贯穿专甲的特制子弹 就是透过一位NPC制作而来的 魔标的制作需要 奈米机器Omega 闲者之石 日之标 2500个东京壁和无益的封闭制作而成 贯穿装甲特制子弹则需要 奈米机器Omega 圣者之石和高等子弹 还有相同数量的东京壁和封闭 所需要的材料其实没有差很多 大概游戀的时候用火枪的职业都比较冷门 在差不多材料的消耗下 制作飞标感觉比制作子弹还好用 这大概也是魔标数量远大于子弹的原因吧 那么星之剑和燕之剑的由来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系统所制造的 第二个时期 强化合成时期 玩家能够透过寻找马加蒂亚城的相关NPC 学习到了强化合成的技能 算是整个制作道具的历史中还算有逻辑的时期 也是方式谷装备都获得逐渐便利的开始 想要制作装备基本上需要三大材料 成品矿石 魔法分野过后结晶 成品矿石的用途跟前面说的是完全不同的 成品矿石基本上主要用于武器的部分 45等到55等的武器需要使用到青铜 55等到75等的武器则需要使用钢铁 75等到95等的武器则是铝矿石 再上去的武器需要的则是珠矿石 这大概也是后来专业技术的雏形吧 已经将矿石以装备等级做划分了 而魔法粉最初的用途则完完全全是用在染色上面 当然一件装备图像的构成是以什么设计为主的 就会需要什么颜色的魔法粉 当同个等级的武器有不同颜色的外观的时候 制作武器的材料中也会需要消耗魔法粉 当年黑色的装备属性是最好的 所以黑色魔法粉在那时候的价格也是最贵的 而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材料 基本上制作每件装备都会需要使用到的材料 就是瓜奥结晶为供与现在的物品结晶类似 瓜奥结晶需要透过强化合成的系统 消耗100个瓜奥的战利品来获得 战利品以早期的说法就是经验物 并且依照瓜奥的等级给予玩家不同等级的瓜奥结晶 在强化合成推出之后 高等装备的取得变得容易许多 而宝石的用途则变成了制作时候的额外材料 在强化合成的系统中能将一般宝石进行加工 加工之后的宝石后有级别之分 越高等的宝石能够赋予制作出来的装备越多的属性 每种宝石也会有不一样的属性加成 像是钻石就会提升攻击力 力量水晶就是额外提升力量 而黑水晶和黑暗水晶则是随机增加或减少属性 其中有一种神秘水晶制作装备的时候加入它 就能够降低装备等级的限制 那时候的我怎么找都找不到这种水晶的制作方式 甚至一度活跃这东西是否真的存在于游戏之中 直到前阵子我在开枪粉饰的旧账号的时候 意外的翻到了神秘水晶 才知道原来这个道具是真的存在的 不过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神秘水晶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如果当初有制作过的玩家 欢迎留言补充一下相关知识 我目前唯一的想法 只有前往合成中的问号选项 问号的选项能够将所有东西都丢进去 但是未必能够产生出东西 那时候甚至有谣传说 使用某些特定的材料能够合成出枫叶武器的 我在猜想神秘水晶或许是神问号那边所产生的 而在那个时候有几个未来东京相关装备 是由强化合成制作而来的 那就是星之剑、燕之剑和审判 这三大类型的武器 都需要110等的龙珠武器作为材料 并加上奈米机器Sigma或是奈米机器Omega 与一定数量的东京碧与封闭就能够制作 其中制作星之剑需要蓝色的圣者之石 燕之剑需要红色的闲者之石 而审判则是灰色的勇者之石 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强要合成在装备颜色方面 还是有一些讲究的 几乎什么颜色的装备 就会需要该颜色的材料或是魔法粉 影片最后 这一次的海外副本引路算是让我蛮意外的 毕竟前阵只关了那么多的海外地图 这次算是对一些海外副本的引路产生了些希望 不知道接下来有没有机会 再多出几个海外相关的副本呢 我到现在还在等国际福德克拉奇亚 那么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也可以帮点个订阅点个喜欢 如果可以的话帮我分享出去让你的朋友知道 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